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轻松聊 我是林承映 2019年即将结束了 2020年的话要开始 2019年到底在涨什么 然后我们从中间的话 是不是能够发掘出未来投资的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在2019年 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资金很宽松 景气慢慢复苏的关系 但是2019年先走了资金行情 有些地方涨得很不错 但是基期高了 有些地方涨了以后基期算不高 可以做留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分辨 那回顾过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发现未来 好 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2019年 2019年各国股市的话 我们发现 俄罗斯涨幅超过4成 接着还有什么 纳斯达克 深圳 古护森 300 纽西兰 巴西 这个爱尔兰 阿根廷超过3成 然后呢还有意大利跟丹麦 那么还有将近的 这个二十八九个percent的 投资报酬率 你发现说今年投资报酬率真的 还不错呢 年初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的时候 我相信很少人想到这一点 好 我们接着我们下来看看 这里的一个变化 那么中间的话呢 涨幅最多就是俄罗斯的指数了 俄罗斯的话呢 他宣布啊 在近期才刚刚宣布说 调降降息一马 然后年内连续5次降息 各位他这个俄罗斯 因为他原本啊 因为这个乌克兰事件的关系啊 所以他受到西方国家的这个制裁 那么呢 他就自己 因为经济有受到压抑嘛 所以俄罗斯就降息 希望说能够去刺激他国内的经济 而且今年说实在通膨不明显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去年底其实还破底的哦 那么接着就呢 一波一波一波的往上攻了 其实俄罗斯他原本的话 本益比跟股价进行比比较低了 就是说市场上认不认同 比如说公司治理 可能还是需要去做追踪 但是呢毕竟低了 资金宽松就有这个机会 好 接着我们看 下一番 哇 那各位朋友就很熟了 那纳斯大哥 科技股率先冲锋 去年底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还有一项第四季 从十月份开始全球股是大跌 大跌的话科技股在这里是重挫的 重挫的话呢 来到了一个低基期之后呢 那么接着年初的话 贸易战有舒缓 虽然在五月份和八月份 各发生一次的冲突 各位看五月份 八月份有发生两次的冲突嘛 那么但是呢 基本上还是打打谈谈谈谈谈 那投资人慢慢的看得出来了 虽然川普有时候讲话很大声 虽然中国有时候很强硬 但是两边基本上还是希望说 能够弹出一个结果啦 所以后面的这个冲 后面的冲击呢 好像去年底 五月份八月份 越来越低了 那么当现在预期的话 在2020年1月份 美中贸易战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要签署的时候呢 那么年底就走高了 就资金的话 出现回荣的迹象了 科技股率先冲锋 好接着呢 我们看下一个区域是 中国复升300指数 好 那么当然 美国受到影响 中国当然受到影响 所以在去年底的时候 复升300指数 其实它是破底的 那破底的话呢 年初 两边一复弹之后 强力的弹升 弹升的话 我们刚刚讲 五月份冲击一次 八月份冲击一次 但是两次其实都没有先前这么的压抑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拉斯达克指数往上冲 但护升300的话 还没有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的景气 就是PMI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前跟大家追踪过 有出现一个 谷底复苏的迹象了 那最近的话 我们发现说 它这个底部 有电高的一个迹象 那这个就代表着说呢 中国股市的话呢 虽然在2019年 有了一波的表现 但是呢 因为它其实还没过高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落后补涨 轮动的这个机会在里面 好 接着我们看看 下一个区域 各国股市的话 虽然都很不错 但是还是有一些 独自是落后的 比如说上海B股 那B股的话呢 其实也是中国大陆 境内的公司 但是呢 以前有分A股跟B股 A股是给境内居民买 B股是给境外居民买 后来两个都开放了 就是说呢 境内跟境外 都可以啊 买不同的族群的股票 所以有些公司是在A股跟B股 都有挂牌 但是B股后面就没有发了 因为呢 它即使是 这个允许啊 境内的境外居民 但是要用合法的外汇 哇 那很麻烦的 大家干脆就买A股就好了 所以后来B股就变成说 党数也不多 然后成交量也不大 那就变成说呢 这个A股涨了30几% 它还是跌6% 出现这个状况 那么接着呢 像这个马来西亚 波兰跟智利 待会我们提一下马来西亚 那智利的话是这样 智利的话呢 先前也因为国内政争的关系啊 本来要举行APEC峰会的 后来也取消了 好 我们下来看看马来西亚的部分 马来西亚的话是比较特别 我们讲说 2019年几乎什么都涨 结果呢 马来西亚就这样一波 一波跌下来 没有过高再下来 而且还出现破底的情形 12月份的话 才刚创了新低 这波新低啦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进行大选 大选了之后呢 那么 新的这个政府的团队 那么它消减了公共支出的预算 因为说呢 原本的这个预算啊 债务太多了 那借这么多钱去盖公共工程建设 当然公共工程建设 可以去刺激一些经济警惕 但是呢 中间也传出弊案了 另外呢 公共工程建设 你回收不是那么快 以后要怎么还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它就三减 三减了之后 就代表说你可能 比如说你雇佣人数没那么多 比如说你的建材使用没有那么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原本在里面的资金都测出了 所以它的汇率 也出现下跌的状况 那资金也出现外流的状况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弱势的情形 另外2019年呢 大概除了黄金之外 其他的原物料 涨幅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马来西亚很多的公司 跟原物料有关 表现也比较平平了 那么当然我们在2019年展望 2020年的话呢 如果 资金同样的宽松 而2020年的话 仅是有出现回温复苏的情况之下 低基期的地区 或者是国家的话呢 我倒觉得各位朋友的话 可以做一下留意 有可能在2020年的话 落后进场的资金 不愿意帮涨多的地方去做抬脚 或者是估值过高 不愿意去做追高的话 那么基期的低的地方 就有机会去做冷冻了 这到时候在2020年的话 在动态资产廢制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观察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